- 勒 - 勒 - 勒 - 哈囉,大家好,我是將です 首先呢,要在這裡跟大家坦白一件事情 其實我之前就已經在影片講過很多次了就是 我真的超喜歡日文這個語言的 因為我很喜歡日文這個語言 所以我在來日本之前 我就透過網路自學 就是看一些日本的綜藝節目啊 或者是日劇 那除此之外還會看一些日文的教學頻道 邊看的時候就會想說 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做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會怎麼樣 光想就覺得很興奮 現在終於要付諸實現啦 之前我有拍過一篇你生你太語的影片 但是內容有一點冗長 說明不夠清楚 所以這次我打算慢慢介紹 希望可以給跟我一樣喜歡這個語言 或是正在學習日文的人做個參考喔 那如果說你喜歡我做這樣子類型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面按個讚讓我知道 那下就開始吧,GO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日本人常用的慣用語 這句話在網路上查的意思是 這句慣用語是為了形容做事情手腳比較慢 而導致機會被放走了的心情所使用的慣用語 同時也有馬後炮的意思在裡面 那這句慣用語的由來是說 在祭典裡面使用的教職看起來是多麼的炫彩多目 但是只要祭典一結束之後呢 就完全派不上用場 還有祭典只要一結束 你只要出去外面 就什麼東西都看不到了 是為了表示那種後悔為時已晚的心情 而產生的慣用語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例句吧 這句話的話是例句 那如果說我們實際用在繪畫裡面看起來是怎麼樣 看著剛才的對話和例句大家都會使用這句話了嗎 其實這句話是我在和日本人聊天 或是在電視上都很常看到人 所以我覺得實用性還蠻高的 希望有幫助到你們 那這個影片的分分鐘數應該很短 因為我想讓大家可以短暫的時間 就學到一句日常可以用的日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按個讚讓我知道 如果你想看我更多影片的話 請按訂閱 而且開啟鈴鐺 那就會把最新的資訊都傳達給你喔 又或者如果你有聽過日本朋友講過這句話 或者是你還有希望我拍什麼樣的內容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就會拍這個類型的影片喔 最後祝大家學習順利 掰掰 這個外套好熱